社团法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2020年2月20日设立,目的在于全球结合、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教育体系,共推台湾品牌餐桌文化T.A.D.L.E.五价值Talk对话,Except接纳,Bless祝福,Listen倾听与Enjoy共融, 孕育餐桌文化软实力,创造关系新契机,转化桌子成为爱、盼望、平安、喜乐、团结、力量、健康、有益与成长之源泉 既体现校园灵霸灵、灵吸毒、家园灵暴力、灵孤单、社会灵对立、灵冲突、世界灵战争、灵饥荒之院警卫宗旨 为此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2023年2月7日下午在嘉义市府人中学活动中心,办理举行幸福家庭、幸福城市文化论坛送爱到贝里斯,国际手足请启动 此活动是家和万事兴,Friving Harmonious Families系列活动家和万事兴,家一行我家、错边邻居、弱势、校园、职场、族群、国家、世界一家等 活动宗旨 1. 推动幸福与健康十字餐桌 2. 强化民间交流连结 3. 构筑社群公益网络 4. 丰盛学生生命教育 5. 汇聚国际关怀能量 6. 促成县市追求幸福利势为发展主轴之一 7. 强化台湾国际参与 8. 促进全球健康和平繁荣与团结 8. 家和万事兴系列于2月3日在立法院 8. 借由宋爱到贝里斯 9. 国际手足情活动启动 9. 启动仪式或蔡英文总统 9. 与赖清德副总统 9. 苏贞昌前 9. 长立法院游锡昆 9. 长与王金平 9. 长 9. 王定宇委员及林义华委员 9. 台北市蒋万安 9. 智长 9. 台中市卢秀燕 9. 智长 9. 家义市黄敏慧 9. 智长 9. 彭湖县城光复县长 9. 台北市戴希钦议长 9. 桃园市邱益盛议长 9. 高雄市康玉议长 9. 及星云大师语 9. 家义教区浦英雄主教等 9. 赠贺殿与莫宝 9. 感谢全国上下大家一起 9. 投入促进家和万事兴 9. 与全球健康和平 9. 繁荣与团结 9. 感谢家义市陈书会 9. 市长 9. 驻外史结团团常盛文森 9. 格瑞纳丁大使 9. 博安卓女士 9. 联盟理事长满司定神父 9. 府人中学李国荣校长 9. 外交部云嘉南 9. 办事处销盛中处长 9. 南华大学国际系主任张新仪 9. 徐景山神父 9. 李玉红牧师 9.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荣誉指导员 9. 协进汇南区委员会荣誉主委图书敬 9. 嘉义县市荣誉指导员协进 9. 惠检博修会长 10. 等贵宾出席参加 10. 陈书会副市长代表黄敏慧市 10. 长致辞表示 10. 以下是陈书会副市长级 10. 当日的活动记录 10. 我们各级学校家长会 10. 家长团体 10. 对于嘉义市非常重视的 10. 学校的教育 10. 给许多的后盾 10. 以及支持工商界 10. 大家为经济各方的努力 10. 以及我们民间社团各团体 10. 各界的努力 10. 肯定获得的成就 10. 让嘉义市的幸福不断的成长 10. 那么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 11. 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 11. 在全国各地不以欲力的推动 11. 整个丰富了我们的国家 11. 以及人民生活幸福的精彩丰富 11. 特别感谢 11. 赶佩贵会 11. 各位联盟的成员们 11. 大家齐心的努力 11. 未来我想选择嘉义市 11. 为我们启动的地点 11. 未来我们紧密合作 11. 我们非常的荣幸 11. 能加入我们推动联盟的一员 11. 那么未来我们在各项 11. 嘉义市的各项的建设 11. 以设计的思维 11. 来作为我们自理城市 11. 那么教育的力量 11. 更是我们各项市政目标的基础 11. 在我们嘉义市政府 11. 与教育处 11. 结合嘉义市各级的学校 11. 因为我们相信 11. 这个幸福的城市 11. 它的来源跟基础 11. 就是幸福的家庭 11. 我们的家庭里面 11. 我们在教育里面 11. 除了学校的教育 11. 家庭的教育 11. 社会的教育 11. 与我们市政的各项推动 11. 教育绝对是一个基础 11. 家义市 11. 以世大愿景 11. 人文第一 11. 科技相佐 11. 精致 11. 创新 11. 以及国际视野的 11. 世大愿景 11. 推动我们家义市 11. 教育 11. 影响未来的孩子 11. 所以教育 11. 我们领先 11. 以各局处的各项 11. 业务紧密结合 11. 而推动成就 11. 今日 11. 家义市的幸福城市 11. 透过我们联盟 11. 大家共同的付出努力 11. 希望我们这个 11. 台湾的各个 11. 社会阶层 11. 大家都能够 11. 每一个家庭 11. 都受领到 11. 我们推动的各项 11. 那么融入 11. 让我们的 11. 每一个家庭 11. 都充满爱与幸福 11. 那么感谢各界 11. 大家的支持 11. 肯定 11. 跟共同的努力 11. 未来我们家义市 11. 不断的 11. 推动不断 11. 不断的幸福 11. 幸福不断 11. 大家说好不好 11. 再次的 11. 感谢贵会 11. 的这个邀请 11. 那么我们也荣幸 11. 能够加入 11. 祝福今天 11. 这个活动 11. 以及我们 11. 各项的推动 11. 都能够 11. 圆满顺利 11. 祝福联盟的业务 11. 都能够顺畅 11. 真正日上 11. 感谢今天 11. 贵会的邀请 11. 祝福在座各位 11. 兔年都如意 11. 大家身体健康 11. 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11. 大家都能够 11. 顺心如意 11. 今天的大会 12. 祝福大家圆满 11. 好不好 11. 谢谢大家 11. 感谢 11. 谢谢 12. 祝福 吳先生,我們來ukan什麼大部分的失望 這就是我們來的目標 我們希望有更多幸福 我們希望從家人有更多幸福的家庭 來能夠有更幸福的台灣 來能夠有更幸福的台灣 那也知道說 剛剛聽到陳副市長說 四個面向才會最幸福的一個城市 我們今天齁 今天我們有露營 那露營我們這位美國朋友 會把那個露營的我們在研究怎麼做 放上那個English的title 然後在全球播放 這就是我們的努力 謝謝 我們在跟處長我們在研究看看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拍照 那我也邀請幾位代表上來 這個我們邀請那個 吳明文會長也來拿一個球 然後圖石敬主委 簡博秀會長 黃敬衛校長 許錦山神父已經有了 然後那個何馬可牧師還有一個Jack Smith Come over here please 你們其他人就拿著球 那其他貴賓歡迎你們也一起來 你們可能沒有球沒關係 歡迎你們一起上來 站在後面 我們就坐著 我們第一排就坐著 那這個足球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一起來募集足球的器材 然後能夠來振興他們的社區 HAPPY FAMILY HAPPY CIT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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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都入鏡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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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著 請坐著 今天還允許我們請博大使 博大使 大使在講一些我們為什麼做這個動作的原因 請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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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These eruptions led to the evacuation of just over 20,000 Vincentians and to the scarring displacement and disruption of the lives and livelihoods of our entire society. This devastation wa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Lahaz, which followed these eruptions and reconfigured the landscape in the vicinity of La Soufrière volcano. As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on the 3rd of July 2021, Hurricane Elsa swept across our 32 island state of just over 110,000 people, wreaking havoc in its path. Since then, our country has been struggling to regain a semblance of normalc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resilience and various form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have placed us on the path towards this goal. One of the many areas in which assistance is still needed is in the area of community rebuilding and revitalization. During our embassy celebration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s 43rd anniversary of its independence on the 27th of October 2022, we had drawn our audience's attention to the loss of focus and purpose, particularly among a segment of the young men of our country. We had made an appeal for tangible contributions towards life-affirming measures to assist these young men. Today, our embassy's specific appeal is for of sporting gear, which would be donated to community groups in the red zone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the area most heavily impacted by the volcanic eruptions. Our intention is to provide young men and young women with a means of using sport to rebuild a sense of self. Sport is also a means of recognizing and utilizing the strength which lies within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effort. At this stage, our request is as follows. We are asking for 100 balls, 100 pumps, 100 whistles, 300 pairs of shoes, UK sizes 7 to 12, socks, 300 pairs of socks, 300 pairs of shin pads and 100 goalie gloves.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kind and generosity in this regard.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with you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al need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還有附近300隊 還有其他一些物資 所以他說希望這一些 能夠來得到一些關心 那也希望對他們 整個國家的發展 能夠大家一起來合作 主要是講這個 主要是做這個呼籲 那我希望說陳副次長 在JIS方面看能夠怎麼做 再請處長跟我聯絡 那我們同時聯絡放上 全球上網這個動作 好 我們再謝謝 再次謝謝我們陳副次長 所以我們就請嘉義縣的 副處長來簡單講幾句話 我代表嘉義縣政府 來參加這個幸福 家庭幸福城市的那個 論壇當很開心 就是應該是我們嘉義縣第一次 有參與這個活動 那剛剛那個秘書長也有 告訴我這個舉辦活動的目的 是為了哪些目標 那我回去之後呢 會盡力把今天論壇的一個 決議跟一個未來努力的方向 帶給我們的長官來做參考 那希望未來我們嘉義縣 政府也有機會來參與那個 聯盟會聯盟的一些活動 那以上謝謝祝大家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副處長 我剛剛在會前有跟副處長 跟我們外交部的那個 雲政黨辦事處的陳秘書 在一起請教他們 所以我們辦這種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 這個縣市首長出席分享 幸福城市治理的經驗 然後能夠在全球的網路來分享 這是我們的目的 宣揚台灣呢 因為每個城市有它不同的 治理的一個經驗 都很獨特 都有它的可以來亮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共同倡導 我們來邀請市集團出席 做相關的文化教育跟經貿商機的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 能夠為2023年 在紐約聯合國這個論壇 我們來邀請青年領袖 做好準備 那剛好今天很高興 我們有 原教堂辦事處的校處長 等一下他可以給我們 很好的資訊 我們現在是不是重回到第一項 我們請我們今天的主席 我們的理事長 滿市定神父來講一句句話 來 請 大家午安 我會想謝謝 Ambassadour Andrew Bowman Ambassade of Saint Vincent Grenadine Grenadine Also Dean of Diplomatic Corps So every now and then you always be with us with the happy home world Aliance Internationa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ming and also sharing with us your wisdom and I know that you have very good background in education like when we were in Taipei you also share with many students and 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謝謝大家 然後呢謝謝嘉義士的政府單位 還有嘉義縣的 還有所有的貴賓 We are one family We are siblings so不管是什麼樣的宗教 不管什麼樣的民族 還是國家 應該是每一個人 會關心家庭 所以剛剛他提到的是 table talk for togetherness affirmation blessing 彼此祝福 listen to each other 彼此聆聽 然後呢 encouragement 彼此鼓勵 所以好的家庭 應該是好的社會 好的社會 好的社會 好的國家 好的國家 好的世界 所以每一個人 希望有這個幸福 一個家庭 所以為什麼特別我們 這個單位啊 Happy Home World Aliens International 台灣 好幾年來 特別關心家庭 不管是NGO 不管是政府單位 我們通通都 要鼓勵大家 要關心家庭 能夠這個family 每一個人 有父母的 會表達說 爸爸媽媽我愛你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這個就是family 那family table 那family table 就是剛剛提到的 所以 台表這個 Happy Home World Aliens International 謝謝大家的參與 未來的日子 我看到那麼多的年輕人 未來的家庭 就是在你們的身上 我們不會哭說 為什麼他這樣子的家庭 但是我們會 準備我們自己 怎麼樣 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那我的立場 又是天主教的神父 我的信仰 有這個幸福 這個福 就是有一個神 就是天主的台表 那如果拿掉這個神 這個福就是念不出來 所以我們的立場 特別 是天主教的 沒有這個神 應該是沒有這個幸福的家庭 所以你們看一看 在Google 這個幸福 這個福有一個神 才有另外一邊的 沒有這個神 我們沒辦法 得到這個幸福 所以這個幸福 是應該從上面來的 不管是天主還是上帝 不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有信仰的人 因為有這個神 才有這個幸福的家庭 所以信仰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然後呢 早上我們的牧師也分享了 怎麼樣他的信仰 加入在這個家庭 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我祝福大家 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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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hope we will reach今天的目標 就是我們是一家人 We are siblings 所以不管在那個國家 不管在那個地區 有需要關心 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所以台灣是我已經二十年 好的地方也非常多好人 我去了那麼多國家 台灣最安全的 有非常多好心的人 所以這次的COVID-19 應該是第一個動作的 要協助國外的 不管是這個medical方面的 還有口罩的 送到國外 就是台灣是No.1 所以我追台灣非常有他的希望 非常多愛心的人 那剛剛這個大師也提到了 他們那邊的困難 所以如果我們不一樣的方式 怎麼樣協助這些兄弟姐妹 那他們很期待 那他們呢很感恩 因為呢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應該是台灣非常多好心的人 所以再來一次 謝謝大家 也謝謝秘書長 特別安排今天的活動 那更特別是我們的校長 給我們好的場地 所以 阿富人中學的校長 還有所有的團隊 還有同學們 我們很開心 我們很高興地來到這邊 你們的大方歡迎我們 我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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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們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 在這裡 還有所有的來賓 然後呢 最後我要介紹 我們這個福利社長 然後呢 這個 Mr. Brandon 我們的秘書長 還有其他的幹部 所以再來一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今天出席 除了還有教區代表 許神父之外 好像還有林老師 還有天主教 還有嗎 天主教代表 許神父 謝謝 謝謝 那特別介紹 那個天主教 就是天主教的 嘉義教區主教 補主教是我們的顧問 他三月份會正式 接這個 全國家庭委員會的 主席 那個機會跟全球 不只全國 全球的天主教家庭 來共同辦理 一百國在那個 義文的論壇 張主任你可以跟他講一下 就是教區那個 所以我們特別感謝你天主教的 接著我們邀請那個 我們今天的 李校長也是我們的理事來 講幾句話 我們敬愛的那個 那個聖文森博大使 以及我們滿理事長 還有我們學聯盟的秘書長 各縣市的長官 貴賓 就不依依稱呼了 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 那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嘉義市 來到福文中學 大家都知道 教會是很重視 家庭的教育跟 家庭的價值 那福文中學 是天主教聖言會所創辦的學校 所以跟學校辦學理念是一致的 我們也多次都有參與 聯盟在台北立法院 舉辦的多項活動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到連續兩年 都帶我們高中部的學生 到立法院去參與 聯盟所舉辦的 有關於家庭教育 幸福家庭的各項活動 那特別我在這邊也感謝 就是說我們理事長 還有我們聯盟秘書長 跟各位 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都知道 家庭呢 是每個人出生的地方 跟成長的地方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 最重要的一個避風港 所以呢 家庭的那個好壞 家庭的價值 是不是有彰顯出來 這個都是我們一個社會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呢 學校在推動 這一方面的教育跟價值 也是我們辦學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所以這邊呢 會代表學校 謝謝大家今天 歷領我們的會場 如果有招待不周 再麻煩幫我們指導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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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校長很謙虛 這個其實就說明說 怎麼今天我們來到嘉義市 李市長是嘉義市 李市也是嘉義市 所以一定要從嘉義開始 那剛好我們今天有一個李市 高雄來的方校長 方校長也是很熱心的 謝謝 所以我們的李市群 其實很多教育界的人士 很謝謝 今天我們很高興接著我們 邀請我們外交部 雲嘉蘭區辦事處的肖處長 來給我們支持 來鼓勵 我們鼓掌歡迎 謝謝 各位先進 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 本人僅代表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 來參加今天的盛會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認識各界的教育界的精英 還有駐台的大使 也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拜個晚年 祝大家 紅兔大展 Happy Rabbit years to you 個人是在去年的9月 離開駐馬紹群島的四年任期 然後來到這個幸福的城市嘉義 接任雲嘉南辦事處處長的職務 然後抵任四個月以來 事實上我是非常充分的感受到 南台灣鄉親的熱情跟淳樸 所以今天主辦單位的文化論壇 從南方的嘉義市開始做起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意義 別具意義 那事實上 嘉義的整體城市的意象 跟今天剛剛秘書長所介紹的 今天論壇的主題 幸福家庭跟幸福城市 可以說是不抹而合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巧妙 而且美好的安排 那本人畢業於輔仁大學 所以今天回到這裡來 跟輔仁大學大家庭的一個成員 跟主辦單位見面 所以見到了滿神父 還有李校長 還有張坤池秘書長 還有心中感覺到十分的親切 有一點回家的感覺 那本人在此也要特別請徐顧問 能夠借這個機會 向嘉義教區的蒲英雄主教致議 蒲主教事實上是我們全國第一位原住民背景出身的天主教政權主教 那這個我這幾天跟我們派駐在教廷的李世民李大使通電話的時候 有特別跟他分享參加這個活動 他特別要我跟主辦單位 還有跟這個主教能夠致意 那教廷跟我國共享著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 還有就是這個堅持這個普世價值的立場 我們祈願我國跟教廷的邦誼永固 而且可以長久幸福 那主辦單位台灣國際幸福家庭聯盟 常年跟我們的學校還有各友邦的使節 合作辦理各項的活動 充分發揮了炎與光的天主教精神 例如不久前的時候 高雄的民道總學就一起合作 捐贈的物資關懷我們的友邦背禮師 那以及今天的捐贈足球給火山爆發影響到的 我們友邦聖文森的青年學子 這些舉止這些都培養了青年學子的國際人道關懷的情操 也進一步強化了我們邦交國的邦誼 所以本人在此競表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我們眾所皆知就是幸福的家庭是幸福城市和國家最基本的組成分子 然而過去的三年我們歷經了很大的疫情的考驗 也因為疫情的考量所以人跟人之間比較疏離 另外也面對了氣候變遷極端化的挑戰 還有地緣政治引發的國際衝突的挑戰 所以在這個充滿危機跟挑戰的時代 會聯盟所接觸的餐桌五個支柱 也就是我們主辦單位所設想的 我認為不僅是通往幸福家庭之路 其實它更彰顯台灣作為眼與光的軟實力的展現 也是通往世界和平的鑰匙 最後我非常祝福今天我們論壇的啟動儀式 以及日後向全國的推展都可以順利成功 悲絕滿意 謝謝大家 對不起 我講一下 我跟那個團長講幾句話 Allow me to welcome Excellency Ambassador Bowen Dea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with some remarks I would like to join Professor Chang to welcome you to the city of happiness and luckiness I think it's a delight for me to learn that the organizer Happy Home Wor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Taiw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closely working with local school and a member of Diplomatic Corps I salute the Alliance for the excellent work that they have done If I may quote there is a saying say a little drops make a mighty ocean and actually then I should follow that every nation regardless of size whills in the world must be allowed to contribute to our common global humanity yes and as you may mention in your speech regard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 think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go to grow and to go forth and be the salt and the light on the earth thank you and I wish the best for you thank you expose everybody have the sound as well soft about the quality of life 还是 gegebenloi 妳是在那邊讀書 我是在那邊退休 所以我們有一些福大校園的一些生活經驗 我非常感謝蕭處長對本會的了解 尤其對那個五個價值的一個肯定 那我想今天 讓大家做這種教育的文化的國際邦誼 我知道你們都是志工 你們都是出錢出力 出錢出力跑在前面了 所以我想說外交部這邊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給我們上一次在 那個叫華山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的一個副處長也有去 那之後是給我們一個公文 用公文的方式給我們鼓勵 所以這一次是不是可以 處長看到了可以給我們一些鼓勵 看用什麼公文的方式給我們鼓勵 我想這樣會激勵我們到各縣市去 尤其是嘉義縣政府 有一個好的開始了 如果沒有後續 那就停在那邊 所以嘉義縣很重要 看用什麼方式來開始 我們的副理事長林校長已經答應 要來往前衝了 但是那個是民間的 學校政府希望你們進來來看怎麼樣 當然更希望蕭副處長 蕭副處長怎麼樣把我們帶領 來繼續往前衝 才讓這個果實更壯大 OK 接著我們今天 剛 當選我們 護理事長 剛成為護理事長 Jack Smith 他來 他就是幫忙我們 他要幫我們寫企劃 幫我們來邀請美國各界的領袖 讓我們在紐約聯合國伴活動 所以他等一下就要跟我們來談這一個 OK 請問我可以 請問我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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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我想說 Word of Life For me, I realized how much of my life is spent waiting for outside circumstances to bring you to your destination. This year, I'll likely be welcoming a young adopted child into my family. I'm in the middle of the process to adopt a young child from Taiwan. And getting a medical diagnosis can really make you thin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take someone to your family. How long will your family be around? Will you be a father for 15 years, 20 years?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t made me think, you know, what type of husband do I want to be? What type of father do I want to be? And what type of world would I want to bring someone who is born in Taiwan and very young into? And I've spent many hours thinking about that, sometimes weeping about it, and thinking about how tragic and painful the situation is internationally for Taiwan. Because Taiwan as a nation, for me, has shown nothing but hospitality, peace. Taiwan is such a peaceful place. It's always amazing when I look around and see just people's love of food in Taiwan. You guys like to have dinner at 7 p.m., and then you guys have a second dinner. There's a love of life in Taiwan that's really beautiful. But this country has not been treated fairly. And it's made me think and dream about a world that sees peace in the future, not conflict, not shame, not fear. A world where Taiwan is seen as it is. A nation that's greatly contributed in science, culture, technology. A world where Taiwan is appreciated for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that it's made.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think about it often, but the entire modern world owes its place to Taiwan. Whether it's satellites, or phones, or televisions, or cars, or planes. Everything is deeply attached to Taiwan and the industries here. And that should mean something. And for a long while, Taiwan has often been in the background. Making massive contributions, but unfairly not being appreciated or recognized. Yet in the last few years, it's changed a little. Taiwan hasn't been given a seat at the table, but my hope is that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 is waking up to see Taiwan, and to see how important it is. Back in America, my friends and family, they now have a curiosity for Taiwan that they never had a couple years ago. Many years ago, they didn't know where Taiwan was, and now they can't help but know where Taiwan is.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n't know that the most educated people group around them is often Taiwanese. Many don't know that Taiwanese Americans ar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highest paid immigrant groups in America. And many of them never saw 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Taiwan to achieve recognition for the amazing things it's done. But now they're waking up, and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ble to teach my friends and family about this beautiful country and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you have. And just the incredible—I took a train here from Taichung today. It was really fast. If I tried to take a train in America, it would not be that fast. Like, there are incredible things that you guys do as a nation. And so that's why in 2023, we're hoping to share Taiwan with many nations and nationalities in one of America's impressive cities. We want to hold the 100-country UN Forum on Family Values in New York City. And it's there that we hope to approach the UN and meet together with people, young leaders from over 100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have a neutral forum where we can talk about family values, we can talk about peace, and we can also include Taiwan into that conversation and place that it has long not been allowed to be but deserves a seat at the table. So my little piece of the puzzle is hopefully this year I want to work towards a future where my future daughter sees Taiwan as the respected, incredible nation that it is. That she will one day stand up with pride when she thinks about this place. And I can't tell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my family or our health, But God willing, in 2023, I'm going to try to help facilitate and network towards a community of like-minded hosts that will help young leaders from Taiwan and really all over the world come to this event in New York City. And I'll also be working to seek grants and funding and other logistics from the different networks and possibilities we have, from me being a U.S. citizen and from working with our government. And I'll be working to communicate to leaders and workers in the U.S. about the great need to support and attend this event. I'll be working closely alongside Happy Home Wor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Taiwan as vice chair and hope to achieve these goals during this time. And as I've said, the future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predict. But it is something we can help form.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and seeing Taiwan as a nation which the world looks at and respects, where it understands the place that Taiwan has. My heart over this last few years has grown tremendously b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 people that it's unlike any other. I feel Taiwan is a place where I walk down the roads and I feel safe. I feel respected. And you guys should really feel proud about how you are as a nation. You're not some small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You know, if Taiwan was to shut down its industries and to shut down what happens, the whole world would stop. Taiwan is a huge piece of the world we live in. And you guys deserve a seat at the table. So,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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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嘉义的南华大学来去做一个参访 看看我们美丽的校园 还有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生命故事馆 这个是教育部 在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生命教育中心 全台湾只有一个 那也很希望各位贵宾有这个机会能够共襄盛举 那之后呢就是大概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参观我们学校附近大浦美智慧科学园区 那里面呢最近呢有很多新的工业产业进驻 那学校这方面呢 因为跟这个大浦美智慧园区的产业 也有一些产学合作 所以呢就是希望能够提供这个机会 那促成就是我们的友邦 然后他们来到嘉义这个科学园区 跟这些工商的这些领袖们 有一些互动 那看看有开启一些经贸投资的机会 那也就是希望这个时间可能要等我们校长回来再度敲定 那有这个机会能够邀请大家 那今天也很高兴就是代表校长来 那希望各位就是新年万事如意 那也祝福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张主任 刚刚其实我忘了 刚刚我们Jack Smith谈完 我在回复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需要外交部的指导 因为像办那种活动 尤其在那个国外 应该帮他挑战是蛮大的 光靠我们的热情 有时候可能会 会有一些挫折 OK 那接着我请我们那个何马可牧师 来谈我们的儿子 很简单的 briefly 我们的儿子 谢谢 好大家平安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分享 we are family if we are family then we have parents we have parents we have grandparents and we have children and if we are children then we have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we have siblings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个大的祝福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有妈妈 每一个人有爸爸 可是因为家庭很重要 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礼物 是神赐给我们 不是我们用钱买的 不是我们努力来建立了一个家庭 我们出生了在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家庭 就是看别人也是在家庭出生了 我们跟他们一样的 跟他们不一样的更多 所以我们要保护 要彼此保护 彼此保护这个关系 我们是siblings 也要知道家庭有很多的 threats 威胁家庭的 有威胁也攻击家庭的 那个老板邀请爸爸工作 太久 太过分 没有办法来回来 而回来有看家庭不平安 而有这样人忘记 他就喝酒 他不叫 那就是威胁家庭 所以幸福家庭协会 要保护家庭 我们要知道这个家庭 这个名词很重要 你看你自己的家庭 有平安吗 你自己的家庭 爸爸每天有回来吗 有平安 有在一起吃饭吗 妈妈呢 离婚 有迫害 有很多 也不是这个时代而已 可是这个时代 很大的家庭 孩子 有孩子 可是父母没有结婚 对不对 没有结婚 还是算家庭 很难有这个兴奋 这个身份 我的家庭是什么 有的人说 我家庭没有像我朋友的关系那么好 所以跟朋友的关系 是有归属感 而不是家庭的 可是未来呢 未来 所以我们要保护家庭 我们要知道 家庭的威胁 离婚 还有躲胎 还有人 孩子觉得 没有鬼属感 也觉得 没有人爱他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也不是台湾 台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用这个 家庭的宝贝 是一个 神祝福我们 我们要好好 保护 还有我们要 承认 人是我们的 弟兄姐妹们 可是也有这些威胁的 不是家人 有外面来 要搅扰我们的家庭 所以父母还是要保护家庭 不要任何人 任何人可以进来 所以这是 我们要有 聚会聪明 彼此 保护 就是 我们要保护 这个大家庭 这个世界 我们要保护 这个 人跟人的关系 不要让 某一个国家 或是某一个 什么事情 来攻击我们 我们要在一起 很多的 小小的国家 大的国家 不承认的 我们还是要 有智慧聪明 在这个时代 也会保护 小的国家的 关系 还有 彼此尊重 这个我们不能 观得到的 就是大的国家 跟别的国家的 这任何的事情 求天父 来帮助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何牧师 他现在是台湾公民 很谢谢他 我想 接下来是 回应的部分 回应的部分 我们先请 图书镜主委 可不可以 请你也先一并介绍 今天 从你开始所介绍来的 嘉义 或高雄 你也介绍一下 让我们一起 把握个时间 因为希望大使 4点 好的 我们博安卓大使 还有我们萧秘书 还有我们的副处长 我们的校长 还有今天 满师弟师父 以及与会的贵宾 大家好 那在这里 我们今天活动的参与 我在这里 先感谢一下 我们高雄 高雄吴明远 还有吴明远 吴会长 还有庄心灵 张慧姐 来请起立 带领我们高雄 荣协来这边 因为他们今天是贵宾 从高雄远道而来 对 那其次呢 我要谢谢 陈和正会长 辅导会长 然后前两天 跟我参与 博理师 送爱到那个 中美洲国家的活动 贝理师 然后还有简博修会长 来 好 那还有我们过去的好朋友 我们何芬芳 何惠姐 好 请起立 然后 我们嘉义勇协的前主委 翠儿主委 张翠儿张主委 好 那与会的还有我们顺文昌 家庭 那个我们学校的一个 对 来 请起立 好朋友 好 那在这里呢 我想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我名字 要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比较好 中文好 我名字是Irene 我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荣誉指导员 南部七个县市的荣誉主委 那 在2017年8月 我随外交部长官访问过盛文生 盛文生不但拥有很美丽的海洋 也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而且拥有众多的森林资源 气候非常温和 那很多欧美的国家的人都很喜欢到盛文生去度假 那希望未来呢 我们有更多的台湾人也到盛文生去进行拜访 好去造访 那去年3月23号 在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以及台湾非洲经贸协会 理事长孙姐夫的带领下 我参加过We are family的贸易商机研讨会 在天母的使馆 天母使馆特区举办 那由我们这个协会台湾叫做国际台湾幸福家庭联盟所主办的 那我当时候国际勇气向八个国家的大使来阐述我的理念 然后做英文的简报 那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国际幸福家庭联盟的副主席 其实也是我们南华大学副校长 虽然他今天没有来 不过我再次还是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 那天下杂志从经济实力 环境实力 治理实力 文化教育实力来看 还有社会福利的部分呢 这些进行评评 我们嘉义市 在我们市长的带领下 是全台湾很幸福的城市 所以各位坐在这边都是非常有福气的 那今天我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我们博大使刚走进来 很荣幸的就见到博大使 非常感谢博大使 然后今天的来分享非常精彩的分享 为我们嘉义整天许多的光彩 那最适合家庭情感交流的场所 就是在贪多上 那健康的饮食可以将正能量相互联系起来 然后我们延伸到学校社会 那今天这次博大使来家演讲 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 感谢您的光临 让我们大家一起把幸福带回家 谢谢大家 很热心 那我们2月3号那个他也号召很多 来一起投入万金贝理师 所以谢谢 接着我们请那个会长 陈伯修请会长简单来讲这句话 因为怕大使的时间会担扰到 然后博修就简单讲一下 我是经济部长长期议处 荣誉指导员鞋进会 嘉义县市的会长 那这一次就是响应我们图书镜主委的号召 还有我们幸福联盟满神父的号召 还有ambassador博大使的号召 还有我们萧处长等等 县市政府的长官的号召 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 那曾如博大使所说的 人类的幸福源自于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那今天为什么选在嘉义市 嘉义市在勇马市场的执政之下 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那我也有从齐家治国评论下 从家庭的幸福做起 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做起 才有办法包括城市也是幸福的 包括我们整个台湾的国家是幸福的 那承此疫情结束之际 今天活动的举办 就是要让我们再重新的建立 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所以今天我有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的开心 那幸福联盟往后的活动 如果有需要我们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荣誉指导人协进会来协助的话 我们都非常乐意 好 谢谢 谢谢会长 那接着我们请我们理事方校长 有没有客气 OK 好 考量时间关系 谢谢 好 接着我们请那个庄董事长 来做我们 庄董事长做的 其实 目前我们整个活动 虽然在讲我们手足 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推展 全球健康和平繁荣团结 我想他做的是 全球健康这一部分 那请 谢谢 好 好 好 HHA GA G 大家好 我是莊馨玲 我是來自高雄榮學 我是莊馨玲 我今年負責產學主委 非常感謝我們 圖榮譽主委 給我這個機會 分享這個訊息讓我們可以 有機會參與這個 HHAI這個活動 那接下來我的簡報是用中文 可是我會用英文講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是 OK OK 第一頁 第一頁 OK We deliver love and happin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OK 下一頁 And no matter which country has trouble Once one country has trouble All helps comes all corners Because we are siblings 下一頁 No matter how Lisa Ternado Ternado Lisa Or the volcano eruption This disaster After this disaster Those two things are very important They cannot wait There's a relief And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Therefore下一頁 Our donation We pick up The 3-in-1 Ecopan Why I choose this product Because It is 100% Made by Recycle paper Recycle Racine The bottle One pan One bottle And One tool No matter how I 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 Therefore I put It's very short films Only 1.5 minutes In brief There's a We d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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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Company We recycle All the PE bottles And Recycle pit bottles Injection One die technology makes a breakthrough in the key technique of recycled pit bottles injection Created the world's first 3-in-1 pen which made of 100% recycled pit bottles A pen, a pet bottle We will continue venerable master Cheng Yan's love for children in Mozambique who use 1 cm pencils And the love of eco ballpoint pens that pass the Dharma to the United Nations We combine them for one It becomes the die 3-in-1 eco pen that doubl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ve It also conveys the wisdom of James C aphorism, treating others with respect, things will go our way as people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take in what we say Pressing the color button to switch between writing with blue and red ink If you want to use a mechanical pencil, press down the pen clip first, and then press the clip repeatedly to expose more lead Unscrew the body of 3-in-1 pen, the refill can be replaced no matter ballpoint pen or mechanical pencil Considerate design of coloring tube, let everyone can easily identify the color of the ballpoint pen tube Pull out the tube gently until a spring snap is heard, then the tube can be replaced And put new tube along the inner positioning hole Push it into the spring gently and pressing it to the end, it will be completed if it doesn't fall out Pull out the lead storage tube in the same way gently to refill lead into the tube After refill the lead with a thickness of half a millimeter, put lead storage tube back along the positioning hole Do not put more than two leads or other specification leads to avoid core jamming Open body leaf cap of the top of the pen, there is an eraser inside for temporary use Finally, there is a special packaging design After removing the pen, you can use a utility knife or scissors to cut and remove the four edges Double-sided tape can be used for the front and back pieces which tied with ribbons Stick them together to become a jinxie aphorism bookmark Invite everyone to spread the love of Dai 3 in one eco pen together Thank you, thank you I think it is a very privilege and very meaningful gift to those children And that's why we pick up this Also if necessary, later on if you require any help, we still will support Even the Dai Grey technology company, they also produce stocks So we can help, Taiwan can help because we are simply, we are in one family Thank you 我們一起訪問我們一起訪問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讓你們的國家一起訪問 謝謝蕭處長今天來指導 希望繼續我們在嘉義四開始 嘉義縣雲林縣我們都會去 那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都會跟你們辦公室來做個分享 那很謝謝 期待 嘉義縣政府 那我們剛剛講的 我跟那個張主任講的 我們都是一些初步的規劃 至於怎麼這樣把它辦得更好 我們希望結合縣政府如果有一些 既定的一些活動 我們把它結合一下 來讓我們支援的結合 人力的結合 我們期待的很快就有一些決定 那我們也謝謝今天天主教的教區 徐神父 還有那個我們經濟部中小企業的 所有的志工 非常感謝 那好像是那個 你這邊是說要 我們跟我們的同學有沒有跟大使 跟他最近的照相 OK 我們現在是不是先把時間 你要給大使禮物嘛 你們先禮物 然後他們要照相 好不好 OK 我們把時間給你們 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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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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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跟柏大使一起合照 看鏡頭 看鏡頭 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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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了